不敢說 至少五千吧 這月裡是圖 難怪我看你們學校都沒有什麼圖了 這月裡是圖 我今年應該是流行棒球外套 對 我昨天想穿而已 我覺得不要偷下來啦 我失手我就穿個型 這還有點好 男生不會穿衣服都是你們店家的錯 每週一晚上六點半 在鬧大學的Youtube頻道 可以看我們的直播 鬧大雜貨店 我們會準備又鄉又停的商務 介紹給大家 記得鎖定我們 庫比鬧大學的IG啦 OK 記得看囉 歡迎收看 庫比鬧大學 大家好 我是瓦宅 大家好 我是娜娜 OK的 我們今天來到了 名城大學 今天呢算是道編出任務 過年要穿新衣了 2023年的穿搭指南就在這一集 是什麼呢 韓國男生穿搭真的很厲害 普遍男生都蠻會穿搭的 我覺得是全部 真的都要有搭配嗎 就是有一個SOP 感覺他們的穿搭就是一種禮貌 你老實說 你這套穿幾天了 我會穿到過年 現在很流行這種 棉衣棉褲是一整套的 懶人穿搭 其實這樣也蠻流行這種 蓬蓬的感覺 麵包外套 對 麵包那種鋪棉外套 就來看看那名城大學的同學們 他們的穿搭指南 OK OK GO 那同學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今天的穿搭嗎 裡面就黑色 簡單黑色 然後外面就白色這樣子 黑白穿搭 為什麼你今天會戴毛帽 我昨天沒有洗頭 女生的通病啦 我也是我也是 就是看場合吧 今天就是一般考試 沙灘或海邊的話 可能就是 所以在這個地方 一些古著 顏色都很乾淨 然後我很喜歡 馬丁學跟皮製品 每天都穿皮 但是穿皮怎麼樣 還好 皮一定要穿那種美式的 不要穿那種光滑的那種 顏色是比較粗糙的 對 比較硬派的感覺 穿搭就是 一兩件東西 像我標誌就是 我很喜歡穿皮 像有兩件白色短袖 黑色短袖 完全沒有LOGO 一件白色吊嘎 一件黑色吊嘎 黑色吊嘎 胖配外套 休閒戴點 正妝 男生的話 韓系的 可是你穿日系 然後你喜歡粉 為什麼 很搭風嗎 韓系的男生應該怎麼穿 就是那種高領貓衣 然後搭脫外套 我就是韓系耶 平常的話還是寬褲之多 可能是韓國小姐姐版的 你會冷嗎 我等一下要去買褲啊 受不了了是不是 軍外套 錐型褲 去古著店找 然後褲子是網路上來的 褲子是認識的朋友 自己做的 也是偏是細古著 平常穿的比較多層次 那個襪子在哪裡買的啊 去韓國的時候看到褲子 但找不到 蝦皮之類的都買得到 泡泡襪或是襪套的 150左右吧 他腦部很弱啊 他真的會買喔 你說有保暖 很好穿我就會買 韓系的 比較簡單一點啦 不喜歡太複雜 我喜歡同色系 我都會搭那個 同格色系的襪子 衣櫃裡面有很多顏色 我有排顏色耶 現在比較喜歡 個性一點的衣服 平常可能比較喜歡日系 最近比較喜歡黑色系 欸是裙子 他的設計感很多耶 外外也很好看 那一件是短板的 上短下長 會看一些 日本或韓國的一些 網紅穿搭 來慢慢找適合的 我會在路上看別人穿搭耶 有一點像 Y2K那樣 Year 2000 少了 就是千禧年那樣 這居然的那個風格 喔這是Y2K 復古繽紛 今天你有準備這樣比 方便幫我們穿起來像嗎 這個蠻像的 對 會帶手臉 項鍊或是耳環 比較休閒派 年褲的話 像UQ那一種 穿起來太休閒了 所以我就挑 比較寬板一點的 街頭的感覺 半球外套 比較搭名褲 比較搭名褲 是啊 這就是一個很美式的組合 重要場合 我會帶項鍊跟手環 那你是不是覺得 男生可以揹個些小包包 比較方便一點 像行衝啊 吃紙巾什麼之類的 個人還會戴護身高 想要的風格 直接在IG的搜尋上 標籤功能是蠻強的功能 我是不是覺得台灣的衣服 對180公分以上的男生很不友善 像我那種褲子 買的時候落地 然後穿過來就變這樣 直接選購了對不對 拼褲長的話 腰腰超級大 各位 加油一點好 當然男生不會穿衣服 都是你們店家的錯 不覺得男生衣服很難買嗎 對啊 那種逛街都是女生的 而且男生都特別貴 對啊 大家都說什麼 我覺得台灣男生都不會穿搭 我是說 但我穿好尼瑪 我只穿UNICOO和GOO啊 打擾了 我還在穿好尼瑪 就大概一千一塊 好多耶 剛剛買的衣服都買完了 這個外套是還可以反過來穿的嗎 超過一千塊的 一千多啊 它這樣等於是五百塊 裡面五百塊 裡面五百塊 不敢思 上個月 至少五千吧 上個月 上個月剛好學校有市集 大概五六套 剛好便宜又好看 你用錢大概一萬二的話 五千五 你已經花了快要一半的土 這月裡吃土 難怪我看你們學校都沒有什麼土 大概兩三千 三四千 衣服褲子兩千以下我都可以 超過兩千以下 除非真的很喜歡我穿 一千上下 不一定每個月都買 上衣口子比較多 一萬 一萬 買有品牌的嗎 帽Ti比較貴 平均一個月花一萬的話 不是就是塞爆了嗎 對 我沒有固定耶 我都是看到喜歡的 會考慮一下 衣服差不多一千上下 外套的話可能會貴一點 兩三千的 男生外套是都超貴的 男生全部東西都超貴的 沒有我T恤都是便宜的 但男生是不是很愛買外套 因為裡面隨便穿 就是帽梯 大學梯 T恤 我要提上男生要穿筆巾 這樣才比較有多風 大概是一千左右 沒有很常買衣服 七八百塊 蠻省的 蝦皮蠻好廣的 兩三千耶 前陣子花比較多耶 會買到晚 所以不會那麼多次 三千吧 上衣會褲子 如果不算鞋子的話 三千到四千 偶爾出來逛就花一筆大的 買一兩件就收手了 不會太長的話 全在製妝肥上面 感覺應該是美式吧 感覺最近就越來越多人穿 像這樣 是這種外套嗎 大聲的我聽不懂 紅色 紅色 我突然想到 我覺得這真的是 顏值決定一切 一樣也是很粉 就是大風衣 毛衣那種 最近蠻流行 紅色的 不會這是紅吧 蠻類似的 我們以前都看棒 真的是要潮流了 那這個紅可以嗎 可以可以 這可以是不是 我也不要叫潮流了 飛行帽嗎 不會太熱嗎 在時尚你就要冷一下 男生有什麼配件 好像都混一起 上日下寒 上寒夏日 這種東西就是 一直流進來流進去的 所以東西不要一直亂丟 Dunk 我看到很多人穿 或是穿什麼 那邊就有一個 唉唷我不懂 比較偏 大地設計 還會是寬鬆一點 那我覺得 黑白就蠻百搭的 包包是不是今天也蠻流行的 因為它很好裝 御膳也都可以放得下 而且也可以鞋背 或者是然後減背 手機配件是黑帶式的 他們是一起的耶 我有發現 這牌比較好看 很常看到 日系有在慢慢流行引起 因為現在蠻多那種 日本代購 現在韓國比較流行 因為學生的那種感覺 今年有流行外套 皮外套 就是每一年都有 今年應該是流行棒球外套 你今天 對我突然想穿而已 這個不要脫下來啦 我洗手我都穿不洗 小Logo可以 大Logo 看Logo長這樣 那你喜歡棉褲嗎 男生穿棉褲 到底要漱口還是不漱口 我都可以 我也都可以 都看著很重 因為我個人是怎麼樣 接受漱口 太短的話就會漱口 對 有些是漱口 然後會再掉下來 這個腿短一點的 會比較好看 今年男生應該要 必備一條棉褲 蠻需要的啦 尤其是忙之後 一件好看的棉褲的話 就很方便出門 這件就是在MUKK 全黑服飾的店 它這個就是縮口 但是夠寬 不會太隨便 很窄就像睡褲 那這個在哪裡買的 MUKK K你們在聽 對 我們都在新竹買耶 銅箱 就是火車站附近那叫什麼 以前中興版 或者是湯姆熊後面那一條 對對對 啊 我過年了才去那邊買 姊姊在開服飾的店 所以就會去那邊逛 知道好看就可以 屍體可能會先看 然後網路也會 網拍 網購比較多耶 Merry Q 也是Queen的也是Queen系列的 這種你不擅長就不要 好啦可以 眼Q 屍體比較多 就隨便逛 隨便逛啊 如果不太會在網上買 怕會買到雷的 東區或中山 我沒有特定去哪一間 中立逛 如果都是代購 IG都會看 或是蝦皮 就在這裡啊 中山還有東話 都是去那個 私人巷那一種 私人巷那一種 私人巷 朋友介紹啊 常逛的一些小店 推薦姊姊的店 很寒稀一點的 那這是你姊姊嗎 這樣好 是我哥哥的女朋友 唉唷你哥哥我叫喔 真的喔 Pow and Bear ATT的都不錯 Attention 我們家比較日新一點 推嗎 當然推啊 推啊一定推 Creenshot Creenshot 大學生很愛買 有一個叫什麼 SGG的 SGG 台中網派品 褲子好像是在中山的 比較以前的東西 都沒有人買 因為它褲尾太大 但我不管我喜歡就把它買 有點像我阿公的褲子 但我喜歡 我很喜歡買GU的衣服 真的很日耶 還會買GU的衣服 韓國的 Romantic Crown 很浪漫皇冠 有一間叫 Again 然後有一間叫 Union Made 台中的 泡泡土桌 我覺得可以去逛Creenshot 蠻好逛的 Creenshot 雖然是第二個人講 但我們沒有業配喔 叫曼玉 鴉片韓系的衣服 蠻常穿 病死的衣服 鴉片日系 我覺得病死最近流行起來了 男生女生都有 很公平的牌子 你們喜歡男生穿什麼鞋子 球鞋吧 前陣子還蠻流行亞瑟式 帆布鞋或是 滑板鞋 Dance 如果他喜歡鋪馬神奇寶貝系列的可以 那看怎麼搭 還好耶 因為真的衣服太多了 搶在買一件毛毛的外套 他三秒回來說 還好耶 因為真的衣服太多了 而且毛有分很多種 短毛跟長毛 羊羔毛毛 你在說狗嗎還是 高羊毛還有羊羔毛 拿到紅包吧 用那些錢來買衣服 可能紅包錢三分之一 像他這身上的長版真摯 就蠻好看 一整件的 裡面是羊裝 可以單穿對不對 不一定要外面這件 然後外面搭大衣 那是你們家的嗎 Cream Shop 應該會啦 會想說穿個什麼大紅色的嗎 沒有 但是長輩會唸 賣什麼 無形媽黑的顏色 過年買衣服是一個儀式感 是買個過年的氣氛 對 就是雙十二底 買短板一點的外套 想買配件類吧 你會戴戒指嗎 有有 有戴 細節很多耶 我一直都 一直在購買 一直都在購買 接下來你會想購買什麼樣的 牛仔長巡或是 積裝材質 但是又不能太老 看我出國玩完之後 全勝多少 你要去哪裡玩 我下禮拜二去大阪 去大阪工 你過年會穿全黑嗎 要看情況 基本上我服飾 都是全黑的 我媽就說 你怎麼衣服都黑成怎樣 就不要回答就好了 可是有些媽媽 還會幫兒子買內褲嗎 內褲我就沒關係 因為內褲其實男生 沒什麼好挑的 有時候是媽媽幫忙洗內褲 發現兒子的內褲 怎麼爛成這樣 對不對 單品真的都比較貴 爸爸媽媽真的是 沒辦法理解 各位自己比一起啊 這邊要畫三顆星星 抓頭髮 然後抓頭髮 好的帽子就先cancel掉 大雪梯 素的 素的比較好 微白 西裝的寬褲 西裝的寬褲 黑貨深藍 球鞋 foss converse 白foss 最後外套了 來了重點囉 今年好像滿流行棒球外套 裡面是白的話應該是 外套就會黑 好 外套就黑了 OK 你會很老 太突然了吧 太突然了吧 太老了吧 不得不說其實 會穿搭是不是對女生來說 真的是 很加分啊 超加分吧 看得舒服啊 沒有叫頂帥 可是你會穿搭整個型就不一樣 對 我覺得今年一定會流行Y2K 因為去年就已經慢慢的流行了 比較繽紛復古的那種感覺 但又不是古裝那種 是背心啊 短裙啊 低腰裙啊 像平常尾弟這樣穿著穿搭 他那個就是 啾 男生來說的話 需要一個棒球外套 綿褲必備 穿了綿褲之後怎麼辦 脫不下來 跟Course一樣 總之就是我們這個 就是幫大家統計一下 2023年 預測會流行的東西啊 並買的東西啊 沒錯 顏色啊 大家可以在我們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你覺得 今年你可能 所以大家可以推薦一些什麼樣的單品 或是流行趨勢是哪些 對 然後怎麼樣的穿 大家可以告訴我們 大家如果喜歡耐耐的話 可以追蹤耐耐的IG 耐耐的頻道 耐耐的抖音 還有瓦德的話 可以去訂閱瓦德的頻道 還有瓦德的IG 還有我們的下課五分鐘 週一呢晚上的六點半呢 我們會有我們的那大早貨店 欸對 賣東西 不是賣東西 你們不一定要買 不會了 不是你們不一定要買 但是真的很甜 嗯 就是你們不買你們會受不了 那種感覺 OK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我們跟大家說句 拜拜囉 拜拜 我都可以要這樣子 那你跳一下那個 怎麼這個要怎麼 我跟你講 耐耐越來越放開了 今天跟你拍照的都是你長髮手拍耶 對啊 剛剛拿一個暖暖包 然後 瓜哥說我幫你暖 就他夾這裡 這樣我等一下要走 我沒有 我在大腿這裡 所以等一下我會有手的觸感是